大马路上车水马龙 路面上突然淹起了黄色泥水 一开始驾驶还不以为意 没有想到短短不到几分钟 水位暴涨 一下子就淹到轮胎高度 但不少车辆陷在车阵中 想躲都没办法躲 其中这辆黑色轿车 等到绿灯可以前进时 整台车已经抛锚 动也不能动 其他车辆见状 只能自顾自然绕道通过 赶紧离开 淹水现场 而同样夸张的 还有这间面包店 边缘见到积水 原本要拿起扫帚清理 但水位突然飙高 一旁的置物柜直接翻倒 浮在水面上 店家赶紧全员出动 抢救还没被水淹到的财物 下次收银台的抽屉 干脆整个拔起来带走 但水市实在来得太快 所有人乱成一团 但更惨的还有这里 位在五轮溪旁的社区地下室 昨天的时候水市整个淹进来 可以看到当时的水位 几乎是已经比我的身高还要高 而那时候因为很多住户的汽机车 都停在下面 整个泡在水里 到现在都还没办法移走 这处社区的地下室 住户车辆根本来不及移走 统统泡在水里 另外像是这间早餐店 上百公斤的冰箱 被大水一冲 直接翻倒漂浮在水上 幸好当时一旁没有人经过 但已经让业者整个傻眼 水淹基隆城 让不少商家损失惨重 连上后都不知该从哪里 开始清理 怎么清 慢慢清啊 慢慢清啊 对啊 先拿出去啊 然后地先弄干净 东西再进来 一场暴雨让基隆市区 变成了水乡泽国 尤其在看看这水位暴涨 惊险一瞬间 也让人看到大自然力量 惊人为力 记得出镜头聊一次 基隆报道